先前呢不是传出说有这个国立大学的教授他们是拿假发票去福报吗 现在又有另一名学校传出来了 这个是教授的研究生 他出面指控说他们的国立大学教授涉嫌拿假发票来福报研究经费 而且当中的名目还很扯 从家用品到iPhone手机电脑等等全部都有 这全部都把它报为研究经费的账目 但实际上却是教授私人用品 这研究生更指控说学校附近还有专属的合作厂商 教授要报假照似乎是亲而易举 把手电脑耗材整齐放在架子上 这些商品单价并不高 却成为教授福报发票的品项之一 新竹一间国立大学研究生出面指控 说老师跟厂商的关系确实不单纯 新竹有几家厂商嘛 然后就是你可以放钱在那边 就算他本身没有他也可以帮你从事代购的服务 反正什么都买得到 比方他们要烤 他们明明就是要烤肉 但可以爆电池什么之类这类的东西 看不下去就是因为学生们说 从烤肉架到3C产品 最新的iPhone5教授们要报仗 似乎轻而易举 有一次学校抽查台产 也是从他家搬来了好几台笔记型电脑等等的 就是他好像都是以计划案的名字买 但实际上都是拿回家 都是他家里的人在使用的 最新就是iPhone了 然后他可能来回就是台北台中新竹等等各个地方 其实做一些私人的用途 他并不是真正的开会 或者是说电话费 也是可以拿新华人钱来报仗 什么都报什么都不奇怪 被指控有合作的厂商怎么说 然后电话传真 他直接过来要什么东西 我们就送到纸条片 第几管的第几个办公室 然后弄好之后 他们后续怎么去报仗说真的 我们也不可能去打 厂商话中有话 但司法调查范围已经高达700多名教授 为人师表作最坏榜样 如果调查属实 恐怕得面临被依贪污罪起诉 专事员吕龙生和孟谦诚漫威 台北新竹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